台湾网球一哥卢彦勋勋 在去年的法国网球公开赛退赛后 立刻进行肩部手术 当时大家都很好奇 为何那么突然 其实蛮挣扎的在那个时候 就是要做这样子的一个决定 因为也不知道恢复的一个情况 会是怎么样 那当然可能因为前一段时间 已经拖了蛮久的 然后也做了很多服务 做了治疗 其实效果没有达到我们预估的这样子 所以变成说在那个时候的 手术的一个决定 其实做得非常的快 接下来有2020一位奥运会 然后其实那也是 差不多是自己最后 希望能够达到的一个里程碑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要第一时间 就是说为了一个保护排名的一个 技术上层面的一个问题 我们其实才有做这么快的一个决定 其实手术到现在整个恢复过程 其实自己还算还蛮满意的 就是说不管生活上面的一个过程 然后现在慢慢投入到一些训练 其实都还表现都还不错 就是说整个身体的状况都还不错 所以不敢说这个手术是真的可以帮自己回到修长 但是至少说整个过程 那至少到现在你会觉得说 这个选择是正确 另外一个很主要的原因是希望 当然说可能在自己最后一个阶段的 网球生涯当中可以用最健康的方式去结束它 卢彦勋觉得不论是职业赛或奥运 两者都是为国争光的方式 但职业赛毕竟是以个人身份出赛 但是奥运则是完全的国家荣誉 若是参赛2020东京奥运 就是他第四度代表台湾参加奥运 对他来说意义重大 我觉得说假如自己有这样子的能力 那其实自己在生涯当中 也是快要接近尾声的情况下 那假如还有再一次的这样子的机会 其实自己会更努力的去争取 争取就是说其实让自己真的走速球场的时候 其实就不管是对自己对国家对任何人 我觉得我都尽力了 征战职业网谈18年 卢彦勋从2004年闯进南单世界排名前100名后 曾经有过许多经典战役 到现代人士球迷津津乐道的话题 他在2010年的温布敦锦标赛第四轮 与美国重炮罗迪克熬战四个半小时获得胜利 晋级八强 这场比赛也是卢彦勋在四大满贯赛的最佳成绩 赛后他亲吻手指 战壁指向天际 将这份荣耀献给在天上的父亲 因为温布敦真是罗霸生前最期待的大赛 其实我觉得 应该是说在四大赛的赛场上面的 几乎每场比赛 我觉得我都应该说很珍惜 2009澳洲网球公开赛的第二轮 他苦战舞盘 逆转击败阿根廷名将纳班迪恩的比赛 最让他印象深刻 对我来讲我觉得 2009年那一年的澳王第二轮打败 David Navanda那一场我觉得 其实我觉得自己 不是说感动 但我会觉得说 其实那场比赛让我也是回味无穷 我记得1比2落后 然后赢得那场比赛 还是我忘记 但是后来打到5盘 然后6比4赢 那其实对手状况 在那个时候雪梨冠军 然后其实那时候我会觉得说 大家可能在看这场比赛的一个 对战组合来讲 可能大家没有太看好我的表现 盧仁勋很想在结束职业生涯后 继续为网球做一点事情 现在因为自己时间比较多了 所以当然尝试一些新的 就是之前自己没有尝试过的事情 理想跟规划 我还是希望说能够传承我的经验 跟延续我对网球的 我自己网球的一个knowledge 那当然我们现在也是在规划说 看能不能来去设立 或者是说来成立一个 比如说网球学校 或网球的一个训练的一个camp也好 那当然这个时间 这个东西要花 我自己网球的一个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自己网球的一个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